日本跟南韓现在这两个国家 我觉得中国大陆 可能比较多的心力是放在南韩 因为南韩这个政府 尹锡悦虽然说是很亲美 但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并不是像我们台湾这样子 反正我就是拼命抱着美国的大腿 这个中国大陆我不管 台湾是这样子的 南韩虽然说也抱着美国的大腿 可是像譬如说北京重要的活动 像世大运 如果没记错是那个世大运法去年 南韩还是派他的总理出席 所以中国大陆看得出来 南韩虽然说他必须要在萨德的系统 这个高空反飞弹系统 或者在经贸 甚至像一些国防安全上跟美国合作 但是这些其他跟中国大陆关系 不至于搞到僵化 或者是差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中国大陆对日本 我觉得岸田现在不只是支持度非常的低 而且另外就是日本岸田 反而是拼命的跟着美国走 对中国大陆虽然说不会落井下石 但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跟南韩对中国大陆态度两个比起来 南韩确实姿态比较有弹性 所以这个美国把日本南韩拉去 继续开他的高峰会 当然看得出来就是日本跟南韩会进一步的 配合美国的一些在区域安全战略上面的行动 可是我觉得南韩可能 可能啦是美日韩这三方里面的最软的那一块 那中国大陆只要抓着最软的这一块呢 那美日韩他的这些战略同盟 战略的协作等等的 应该目前还是有他一定的限度 对北京的威胁当然是有 但是也不至于到一个等于是如芒刺在背 北京永远睡不着这样的一个境地 我觉得台湾当然跟南韩不一样 我觉得南韩其实他这样的做到 是他自己内部隐秀 他也受到很大的经济财团的一些压力 那刚刚讲的其实相对于日本来讲 南韩的确是采取比较更微妙的做法 不过以前现在做的已经是够亲美了 我觉得台湾的情况 当然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都不一样 因为两岸毕竟是同文同种 而且台湾对大陆的经贸这么强 而且两岸毕竟是一个 中国人整体的内部的问题 那在这过程中 其实大陆对台湾的立场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最终是和平统一 那台湾也没有任何独立的 这么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会觉得怎么样发展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在台湾两岸和平发展中 台湾也能够采取某种的主动的角色 反为更重要 所以整个来讲 就已经从刚刚谈到了 不管现在的整个外习之间的对话 还有目前看到的 所有的东亚的局势 你会发现说台湾在里面 其实他自己没有任何挥洒的空间 他完全是一种类证 影响到我们的对外关系 也就是为了要对抗中国大陆 其实也丧失了我们很多的 对外关系的一个自主权 完全听命于美国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其实刚刚提到美国跟日本南韩的关系 我觉得不只是日本跟南韩 我们检查一下比如说亚太地区 东亚地区所有国家 最近新加坡一个智库释放出来一个民调 在东亚国家里边 现在东南亚十国 基本上亲中的这个民意已经超过亲美 就是说这是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东南亚十国总体的民意里边 就是认为中国大陆比较友好 比较友善 对我们比较有利 超过美国 那其中这个回教国家 包括印度尼西亚 这世界一个大国 人口两亿三四千万 跟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回教的 大概亲中的民意都达到七成五 就是表示就是说不只想像越南 越南这国家是跟中国大陆过去 是有共同的一些共产意识形态的基础 可是双方曾经发生过两次海战 跟一次陆战 所以越南又有长期的历史 跟中国这个历史的一些矛盾关系 所以越南现在反中的情绪是很强的 这是为什么越南要跟那个美国走得比较近 可是大家可能也不一定 就是要看得清楚 越南跟中国大陆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现在经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说不只是另外一个国家 澳洲 澳洲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邦之一 他跟日本 澳洲在前一段时间 也是反中的非常强烈的一个国家 现在他跟中国大陆矛盾也非常的大 可是他想尽办法跟中国大陆 解决经贸方面的矛盾 对不对 这个Prime Minister总理去访问 也千方百计邀请中国大陆这个官员去访问 也好不容易把这个所有的关税过去 中国大陆对他的红酒的制裁 或者其他农余产品的制裁 全部消除了 所以看得很清楚 所有国家夹在美中之间 都不是一厢情愿的选边站 没有一个国家 包括日本在内 日本跟中国大陆 其实关系也是蛮密切的 至少维持沟通 经贸关系也都是非常密切 因此你刚刚问 我们的两岸关系 当然跟陈水扁时代不可能一样 那时候美中还是互相交流 友善交流 美国希望中国大陆 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 经贸金融次序里边 所以那时候对像台独特别的敏感 这是为什么小布希在那个时候 对阿扁总统特别的有意见 那么他跟中国大陆共管台海 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当然中国大陆 对美国跟中国大陆政策 完全不一样了 开始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对抗 可是美国也 我们了解两个最大的强国 是不可能开战的 那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可能 因此美国要怎么样降低防范 台海地区的这个危机 这是他现在 所有国际议题里边 可能最优先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拜登总统 对民进党 台独政策的提防 跟那时候小布希总统 对陈水扁 台独政策的提防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立场是一致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何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